就是Fonts Fonts呢讲到来就是字体啦 你们要用什么样的字体 要在你们网店用什么样的字体 都取决于你们 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 想要用的字体也是不同 你们卖的东西也是不同 我们有为你们准备好几个 就是有Goal, Classy, Clean, Friendly, Minimal跟 Modern 你们可以选择那个你们想要的 如果你们选择的那一个 还是不适合你们的审美观的 你们还想要Add it的话 同样方式你们可以来到 这个铅笔的icon这里 点击下去 然后根据Font Type, Font Style, Font Size来更改 我们还有帮你们分出是Section Title Body Text 还是Navigation Menu & Button 所以呢不同的这一个部分呢 你们也可以用不同的字体 来强调这个部分 所以这是第三个要告诉大家的 你们可以更改的东西 第四个呢其实就是颜色 OK,你们可以更改颜色 同样的我们也是有 准备一些Default的color 如果Default的color看来看去 还是没有你喜欢的 要怎么办呢 同样方式来到Custom这里 OK,点击这个像铅笔一样的icon 然后点击下去你就更改颜色 打个比方 as example,如果这个Announcement bar的颜色我不喜欢 我想要把它改掉我要怎么做呢 我就直接在这个颜色这里点击下去 然后呢就选择一个我想要颜色 可能我今天比较偏想要这样子的颜色 OK,绿蓝色了 我就按下去,然后按Choose 这样子看到吗 这个Announcement bar的color就已经更改了 所以这是一个你如何Edit color 如何改你的网店的颜色的一种方式 然后现在我们来到第五个就是Button 像一间网店里面它一定是有Button的对不对 所以Button也就可以选择不同的style, shape, and size 你要它是solid的 你要它是outline的 是sharp的 OK,就是有直角 grounded还是peel 然后是small,medium,或者large 都是你们可以自主选择的